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不要说我虐待你 行山之前,当然是好东西 算你了 位于东汇城的Food Opera 环境以旧公屋和竹棚建筑工艺为设计概念 注入不少香港情怀 场上更加写满香港地道港式俗语 也有标志着香港地道文化的 收机灯罩和竹棚等等的装饰相当有趣 至于食物方面,主打亚洲风味 混习东南亚、日韩和香港地道美食 山长水,你带你来看大法? 当然不是 我这次是带你来看东葱河附近的景色 东葱河附近有什么? 不知道,不要紧 对了,我可以带你来走 好,走 东葱河是由石门甲村向北流到东葱湾 河水是来自凤凰山和大东山两座山 两河汇集流出东葱湾 东葱河有超过20种原生淡水雨 在香港少数未被破坏的大型河流 由绿色力量策划为其三年的赏色东葱河计划 今年举办了东葱旅游资讯和生态保育道赏团 希望大家透过道赏团 可以认识东葱河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等等 原地限程由马湾冲出发 途经小炮台和灰坞、岸平、法门古道、地堂仔和石门甲村 最后到东葱炮台为终点 步行路段全长6.2公里 不过尔令怕我们完成不了 所以今次由昂平出发 沿法门古道前行 途经深经简林 东山法门、地堂仔、石门甲村 再经日东村去到马湾冲体日落 尔令说凤凰山蛇都被冒气遮着 难得天荡气清 可以清楚看到凤凰山顶 东山法门是行程路线的起点 沿途开门花吸引了不少蝴蝶来采物 还有平时难得一件的植物 和罕有的卢士小鼠蛙 走到累累地 可以在中道亭休息一下 可以看到昂平360纜车和香港机场 位于鳳凰山北波山腰的地堂仔 是大嶼山五大禅林之一 沿途会见到不少寺院、征舍和道场 古道沿东涌河干流西河而见 有时沿途会听到流水声 心情都会放松不少 经过罗汉寺 便会去到东涌历史最悠久的村落之一 石门甲村 圍门比古物古籍办事处 平定为三级历史建筑 大家可以在圍门下拍照打卡 向日东村方向步行到马湾冲 便会见到未来河半公园的位置 远望还可以见到蓝车 马湾冲村有小大澳之称 村里保留了不少渔村风貌 沿路一直走到桥边 会见到沿海而建的铁皮棚屋 在旧码头看日落 感觉真的很放松 其实生态旅游的概念 在香港这个地方 是现在叫普及了 但依然未算是一个主流的旅游概念 有很多生态旅游的原则 譬如你要受惠 令到当地的居民、文化和生态保育方面 都可以受惠 这个其实在香港来说 未算是非常普及 东冲河本身在香港来说 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僅餘的大型河流 而未被人去开发和破坏 原来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很天然的状态 而且里面的生态都非常丰富 有很多有保育价值的蜜种 都可以在它的河盆里找到 包括是瓶艺的路士小树蛙 和北干光唇鱼 都是起比较珍贵的蜜种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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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